每年都是同學 謝謝你啊 我在錄影 我們是同班同學 嗨 今年七歲 不打你同學 被炸了 你還想帶我這麼少 導演你日日長紅了吧 謝謝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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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他想出道去做 想要去唱歌 很喜歡唱歌 這樣 然後我們大家挑 我們挑了 也是我決定 我說這一張 就這一張 這是跟我們全家 一起去拍的照 然後 然後 這是他那時候 才想出道的那個 先拍出來的 那種心情 他很高興 看起來又很活潑 所以我就挑了這一張 其實很快 我們還沒有回去之前 我就在手機上就這樣挑 因為裡頭都有他太多的照片 你知道 那 這一張一出來 我跟雅萍講說 這一張好 然後大家都認同說 好 就用這一張 佈置都還沒好 本來 中午12點多 蔡總統就要過來 我就跟他講說 來不及 還沒有佈置好 那麼 劉華院的郵院長 也要過來 很多 都要說要過來 目前還沒有佈置好 雲塔 我看能不能明天再過來 我把自己弄好了之後 大哥為什麼會挑成這一張照片 給我們收一下 因為 這一張 是我們全家人去拍 然後讀 那時候他想 出道去做 想要去唱歌 很喜歡唱歌 這樣 然後我們大家挑 我們挑了 也是我決定 我說 這一張 就這一張 這是跟我們全家 一起去拍的照 然後 這是他那時候 才想出道的那個 先拍出來的 那種心情 他很高興 看起來又很活潑 所以我就挑了這一張 其實很快 我們還沒有回去之前 我就在手機上就這樣挑 因為 裡頭都有他太多的照片 那 這一張一出來 我跟你講 我跟雅萍講說 這一張好 大家都認同的說 好 就用這一張 那時候 那時候 大概 二十 他還沒有結婚 大概二十二歲左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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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